默契什么呢 看看看钱都看多了咋的 赶紧去送快递晚一分钟 老子下约扣你一百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还不走 走味 快走 干活去 走走走走 死穷鬼 借钱给娘娘他爹看病 看就是死田狗一个 嘿 这个月还剩三百 馒头对付对付也行 哎 喂喂 让开 你们没看有人晕倒了吗 我你们都弄了干嘛 你快打烟了 哪干啊 我以人家学校报复怎么办 有本事你去扶 你们 哎 都跑到外地了 求你不要动啊 你这事 光天化日下 你们这样有女孩躺在地上 就让开 最好先拍手术 你去家属吃吧 不不不不 跟你把病都交 最好先拍手术 你是家属吃吧 不不不不不 跟你把病都交了 医生 赶紧去交费 医生 哎医生 哎呀这叫什么个事啊 我你妈 八千块钱 老子两个月工资啊 姐 你最好没事 我还有三十万的外债没还呢呀 哎 等你醒了 一定要记得联系我呀 哈 八十万 啊 八十万 既然真的是八十万 是不是谁转错啊 还在银行出现了披露 这钱 到底能不能花呀 你的八十万已到账 谁 是谁在说话 陈先生 恭喜你 因为你建议勇为的英勇行为 系统决定 赋予你一项超能力 系统决定 赋予你一项超能力 那就是从今天开始 你只要花掉快钱 系统将会自动返回你100倍并且绝不违法 这我岂不是爽文小说里的男主了 哎不行不行 我得试一试 点个外卖 十五 你的一千五百元已到账 我去 真的假的 陈先生 当然是真的 接下来请体验你的美妙生活 点个外卖十五 到账一千五 哎呀 十万粉万千万 哈哈哈哈 没想到啊 还账也有用啊 我估计把所有的欠款给行完了 我还成为了千万富 哈哈哈哈 哎啊对了 炸蛋 哎呀碎就碎了 以后啊 你们再也不用跟着我了 我要跟你们说拜见了 叽叽了吧 哎 我快递呢 我快递呢 老板 你好 我想问你个事 你们家监控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因为我下午去救人的时候 我的快递全丢了 去去去啊 我不知道 你找警察帮忙 找我干什么 是这样的老板 因为你们家的监控正好对着我的快递车 所以我想 别烦我别烦我 别烦我啊 卧槽 你个死众快递你瞎 你个死众快递你瞎 找死是吧 老板 明明是他们先撞的我 老板 你看见了吗 到底是谁撞的谁 呃 是是是他 他撞的你们 手机都被你撞回来了 你掏两块钱 这事老子就不跟你计较 快拿钱 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哎我说小伙子 你就拿钱了事得了 他们兄弟两个在这条街上很出名的 你待会再受点贫困之苦就不知道了 听见了这个 你个死快递员啊 如果说你不交这个钱 从此以后不要再这些再想送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们兄弟俩在这条街上 那我给你五万块钱 你帮我办个事 呵呵 五万 你这臭穷鸟丝 你能拿出了五万块钱 我给你磕头道歉 你个臭送快递的 怎么能拿出五万 小伙子 吹牛逼之前也要打打草草吧 你们这种人 只会以貌娶人 我今天就以貌娶你了 你个臭穷鸟丝 也配叫做人 你只不过是我脚下的一只臭痛 跟我讲道理 你不配 我是不是给你们拿出五万块钱 你们就能给我跪下来磕头道歉 你个臭鸟丝 你要是拿不出钱来 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好商量了 我可以给你们五万块钱 但是 你们得帮我一个忙 帮我找到那些我丢失的快递 哈哈 我要是个臭鸟丝 这个时候还在想到你那些不怕快递 我看啊 那些快递 你根本都赔不起 我看啊 那些快递 你根本都赔不起 把你们的收款码打开 给他 转过去了 哼 八十万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 不 啊 不可能 赚钱也太容易了 要不是你们几个恶人 我非从你们身上赚几个亿不行 啊 他真的给我转了五万块钱 五万 区区五万 只不过是一顿早饭的钱 哎 看一下 这是我另外一张银行卡 五万 区区五万 百千万 百万 三千五百万 大哥大哥 刚才这小弟永远不是泰山 你要开进攻是吧 来来来 这边这边 是是是 大哥 你看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找快递是吧 我不想去帮你找 慢着 你还没给我磕头道歉呢 慢着 你还没给我磕头道歉呢 大哥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该这对你 我永远不是泰山 我们了 我们兄弟俩为你当努作吗 刚才 你们不挺嚣张的吗 刚才是我们俩说话声音大了点 你看 我这张臭嘴 大哥 你看看 你的气也出了 小弟家里还有花式老母 是啊大哥 等一下 大哥 我改变主意了 这里 我准备了五十万 你们俩给我互相上耳光 然后谁占到最后 这五十万就给谁 大哥 你他妈干嘛 对不起了兄弟 你怎么会才死 我他妈老子都受够你了 哎 大哥大哥 需要我看电风是吧 这边这边 这边 这边 啊 哎呦 小哥 我早都看出来 你不是等钱之为了 来领量慢慢找 啊 早看出了 刚刚不说 我还是臭屌丝嘛 你瞧我这张臭嘴 我真的是瞎了狗眼了 那要不要我帮你找 不用 我找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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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你 真是欺人太甚 啊 竟然是你 真是欺人太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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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妈没看见老子 摆着就开着了吗 你他妈最好是有事 不然我把酒瓶箱在你脑袋上 是是徐少有个快递员把速冬给飞走了 去查一查 他妈的在速城还没有人敢跟老子到 喂 要吗 要吗 喂 喂 喂 张少 前一段时间您不是主播我说让我多多关照陈桥那小子吗 嘿嘿 我谨记着张少您的话 说重点会不会 啊 好嘞好嘞 哎 张少这这就到重点了 他出去他们不在 然后我悄悄的 他一车快递都给偷回来了 哈哈哈 看他漂亮 对 这一下子 他也赔不少钱呢 张少 放心吧 你弟弟 进官司处的事情呢 我给你处理的啊 你现在 给我继续盯住陈桥 哎哎哎哎好嘞好嘞 谢谢张少 谢谢张少 呸 他妈的 要不是你有一个村支书的爹 你还是个什么东西 他 给我做的 做什么东西 什么人 你说对吗 天宝贝 对不对啊 当然了 他那个陈桂现在还想和我在一起呢 就会送快递干些什么的 他这样的人注定就是张少的玩物 这是宝贝啊 你不也一样是我的玩物吗 可是 可是张少对我好呀 嗯 好了好了 这几天村里提了快递 听说还是苏氏集团那边呢 到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去村里 好好学我学 好都挺 我现在也是张少的人了 赚钱了该怎么办呢 哎 哎 听说 哎 王氏 这么晚了 这是干嘛 有啊 你这说 是不是 我还钱的数目不对啊 哎呀 那都是咱自家人 就算你不还谁的钱 谁也不会说你什么 只是 真巧啊 村里人其他人可不是一样的 你是知道的 这天天 你出去赌一赌 这是什么意思呀 王氏 哎 王氏 王氏 李叔 奇怪了 王氏 平日里 乍乍乎乎乎的 今天怎么回事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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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姐 姐 姐 今次我姐 姐牙有点高 一会就行了 但要我说呀 你这个当弟弟的 也太不甚职了 一个人把你拉扯大 少惹你姐生气 她这个情况呀 就是典型的 我把气晕过去了 过后休息休息 明天就能回家了 好 姐 你醒了 你是不是又哪里不舒服 姐没事 别担心姐 你跟姐说实话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不正经勾当 当初姚姚她爹看病 你借钱给她爹看病 晚上 我保证 你保证 你保证来我们家 告诉我 你已经把钱还完了 跟姐说实话 你这钱哪来的 我保证 这些钱绝对不是违法勾当得来的 听说 哪怕张征也要回来了 她不会放过你的 听姐的话 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放心吧 这点小事我能办好 村里的人 他不会想着你的 没人敢惹她张家啊 先休息 明天我回家收拾收拾东西 咱就离开 哎这个 买了吧 哎呀这个也买了 发财了发财了 小小 咱不去那边一样 姐 放心吧 都是乡里乡亲的 他们不会针对我的 哎 你这小子 昨天怎么答应我的 快走快走 姐 放心吧 咱现在有钱啊 别怕走 呦呦呦呦 你们还真敢来呀 呦呦呦 你们还真敢来呀 呦 这不是我那废物前男友吗 你在这干嘛呢 林沛洋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良心 我有没有良心 陈乔 你有没有良心 你看你每天都在干些什么 送快递送外卖 再看人家张绍 每天山珍海味 你是个什么货色 林沛洋 你 瑶瑶 你怎么这么说呢 怎么不这么说呀 瑶瑶跟着她吃了多少苦呀 瑶瑶是我的宝贝棍义 你们一家就别想来 吃天文肉 就是啊 你看人家张绍 一表人才 你再看看这个陈乔 从头到脚 哪一点病得上人家张绍 林沛洋 你不要欺人太甚 呦呦呦呦 张绍我好怕呀 她说我欺负她呢 陈乔 你是一个什么货色 也可以这么跟我家也要说话 啊 听说 你把谈恋爱的时候 你脸上的手 公主是个签罗的 你个废子 哈哈 像他这种公司 估计 垃圾车都装不下 你说什么呢陈乔 他不过实在我不能狂动 陈乔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当时这么多相亲的面 我今天就放过你 张正 恐怕 你还不知道 张正 你还不知道吧 林沛洋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 那也是你这个臭屌丝 你费的得不到的人 就是 我宝贝闺女是你们一家永远得不到女人 你们 伯父 如果不是我借钱给你 估计你还躺在病床上了吧 你们的良心 都是被狗吃的吗 什么躺在病床啊 啊 你都做了什么呀 每天照顾我的是瑶瑶 是张绍派人给我转移的VI 你呢 你都做了什么 欠了一瓶骨的钱 就是给我治病 我怎么没看见呢 你 就是 前前后后都是张绍在忙前忙 你干什么了 你对得起我和你在一起那么多年吃的苦吗 陈巧 你不但没用 而且还血口喷人 分明是我借了四十万给你们 四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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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吓死我了 你有那么多钱吗 你有证据吗 谁能证明 把这个钱 借给林夫了 村里的乡亲们都能证明 你别以为你找几个拖 就能掩盖你恶心的事实 你问乡亲们借钱分明是为了赌博 还说什么给我爹看病真是恶心 胡说 瞧瞧他不是这样的人 姐 别生气 不值得 那个 哎 过来 我赌博 那不是这样的人 你呢 我讲要你呢 我问你啊 是你你呢 这小子 仍然是不 认识 城墙吗 前段日子问村里借了不少 谁不认识 听到没 他说认识我 来 你快告诉他 我借钱干什么 放心说 但 一定要说实话 是 是赌博的 啊 真巧 你就是个烂毒鬼 穷吊丝 还妄想烂含糜吃天鹤肉 你还血口喷人 你今天 从我胯下钻过去 再喊三声爸爸 我就放你离开这个村子 张胜 你看他这样好像一条狗呀 他在我面前 本来不就是一条狗吗 你们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吗 将军你们都看见了吗 你们 你们难道为了权贵 连是非也不分了吗 你在说什么屁话陈枪 我给你十秒钟时间 我发现钻过去 我还要去给乡亲们发福利呢 对不对啊 对啊 林沛阳 张胜 你真的以为你们自己很有钱是吗 我比你们还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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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比我们还要有钱 陈桥 你是不是疯了呀 你比我们有钱 你看看我浑身上下穿的 你这辈子不对 你下辈子你都买不起 而这些 就是人家张胜一天的连花钱而已 就是你也配 陈桥啊 要是脑子不好 去医院看看 你们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别说大话 就是 陈桥 咱别说大话 你林娘 还有你张爹 都在这看着 这乡亲邻里的 也都在这看着呢 陈桥啊 你这个穷屌丝 人家张绍卡里可以有一千万呢 一千万你想都不敢想吧 这个项目是苏总 清点和我们张绍合作的 就你也配 陈桥 你给老子快点 别耽误我挣钱 一千万也太少了吧 别说一千万了 一个亿 我都能给你拿得出来 一个亿 我也能给你拿得出来 一个亿 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你知道一个亿是多少吗 陈桥 你就别在这装大一堂了 您就是一个连一百块钱 都拿不出来的一个穷屌丝 还一个亿 你今天要是能把一个亿拿出来 我把手机 当场吃了 一群骤颜赋事 以貌取人的东西 我拿出一个亿 只不过就是动动手指的事情 陈桥 动手指干嘛 掃掃你那脸上成年老龟嘛 你行不行呢 你要是不行 我给你看看我的余额 张少 给他费什么话呀 赶紧让他给我们下跪道歉 他这样的人 捣鼓一辈子的破烂砖头 也挣不到这个钱 敬佩大促把这个钱 给出来 真是 小小 咱还是报警 别跟他一件事 既然 放心吧 没事 张少 你刚刚说什么 如果我拿得出来 你把这个手机给吃了是吗 如果我能拿出这么多钱 你就把这个手机吃了是吧 你是不是傻了 你耳朵听不清楚了吗 爸 你看 他是个什么东西 他还敢问张少 真是病得不轻啊 姚姚啊 幸亏你没和他在一起啊 要不然的话 爸的心就疼死咯 陈条 老说了 你要是真有一个意义 你把你手机给吃 我还喊你爷爷 笑 你们就笑吧 真的是不知道人外有人 人外有人 但是 你得是个人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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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不过就是张少和瑶瑶脚下的一条狗罢了 没错 爸 张少 你们知道吗 在这之前呀 恨不得跪在地上舔我 我让他给我钻西胶水 他都殷勤的很大 林沛瑶 你也配 配不配我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 你永生永世 都是一个 得不到我们家瑶瑶的一个 臭甜狗 穷了丝罢了 我希望等一会儿 不要为你们说过的话 感到后悔 后悔 我是后悔没早点把你给踹了 好 哎 来姐 你看 巧巧 你哪里来那么多钱 姐 我跟你说过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来 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一看 这上面是多少钱 来 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一看 这上面是多少钱 天桥 一亿五千多晚 你从哪里找来的图 我就说这小子 你不能和他在一起吧 他做人不诚实 连这种粗糙的皮图技术 他都可以拿出来哄骗别人 陈条啊陈条 那我怎么说你 这种烂图 你都拿出来哄骗的问题 你可真是太高兴了 你的手机 还有你这个脸 老子也买了 哼 老子都买了 还是一个亿 你可真是吃了雄心 暴死他 非得我把钱转出来 你们才相信是吗 相信你大爷 现在抓紧跪下 千九 别再说我没给你机会了 现在立刻跪下 然后磕磕头 再带着 你这个黄脸婆的姐姐 一起哭 我姐告诉你 别骂我姐 老子不再骂了你 还有你姐 我还要让你俩的戒密 交代在这里 我还要你俩 把戒密 都交代在这里 韩总到 韩总 韩总 你一不来也不提前招呼一声 这都介绍着话 韩总你好 我是林沛瑶 是张绍的女朋友 韩总来到这里 这让我们这里捧毙生活呀 是啊是啊 欢迎你来立即走 在这儿 嗯 人不咋地 女朋友不错 哈哈哈 干脑把你的身上了吧 您说像了不是韩哥 要不还是得你听呢 你不要人才 都听韩总的 我们的合作一定能圆满成 既然韩哥都这么讲了 那我们的合作一定平步青云 话说今天苏总怎么没来 是啊是啊 我听说这苏总 可是这苏城的第一美人啊 我还想瞧见一番呢 苏总的行程 我是你们打听的 别管我没提醒你们 见过 苏总啊 哦 哎 这些人 韩哥 你有所不知 这两个穷吊斯 一直不愿意我们开发我们的地提 我们正准备教训教训他们 呢 就是他们俩 孙小 孙小 他们可能是让他罢孙小 他会惹不起 姐 你放心 留我在 谁来了也没有用 你怎么 不让我爸 你都有所不知 弟弟的男 就是个穷吊斯啊 他妈还口出狂言 说他有一个亿 我妈 还还要教训弟弟我 是啊韩总 他还说要把张绍赶走 霸占我 哦 一定不会让他罢孙你的 哈哈 是啊韩总 你可有所不知啊 之前我生病住院 是张绍给我交的钱 这小子 管村里所有人借了一遍的钱 得了好几十万 说是为了我 你说这恶心不恶心呢 有意思 想不到我来谁啊 这有意思啊 哈哈 小子 一个亿 不让开发 哎呀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一个亿 韩哥 他就是一个穷吊斯 他哪来一个亿 写 放心 没事 你就是一个死穷鬼 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我们施工 现在好了 我们苏氏集团的韩总 清零了 赶紧跪下道歉 阻挠 施工 你现在血口喷人的本事是越来越大了 血口喷人 穷鬼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你算什么祸死 你现在抓紧道歉 就是圈圈 你可别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害了整个村子 你真是个不吃好歹的祸呀 你们这群人 是真有意思 我借钱给你们父女俩看病 反而还给我头上戴了一顶绿帽子不说 还给我倒打一耙 你们现在又请了一个叫什么 韩总 这个韩总是你的头子是吧 哎 他就是一个穷屌丝 他就是一个穷屌丝 他上哪有一个亿 你啊 费钱 韩总 你总归 该听一听事情的来龙去脉吧 我需要了解我那个臭屌丝 阻碍我们苏氏集团动工谁给你拿走 你知道情侯一间我们要随着 这是多少钱吗 还真是 蛇属一家呀 我最后再说一次 跪下 道歉 我最后再说一次 跪下 道歉 炒一个苏氏集团 偌大的公司 难道都不讲道理吗 陈乔你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也配对我们苏氏集团指指点点 陈乔 我看你真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你们以前债的是谁呀 我早就说过 这孩子心术不正 不要浪费我时间了 我这个人呢 耐心有限 赶紧把事情处理掉 等会苏总来了 他可不像我这么好说 你们的村子地平卖多少钱 我双倍买了 双倍一下 疯了 你在说什么胡话 陈乔 我看你真是疯了 你们这群人 真的是蜀木寸光 一冒去人啊 你这兄贵 在韩东面前 也这么口出狂言 我看你是不是想活了 要是我买得起呢 小伟 你可能对茄子 没什么 给 这不是在你家里过家家 我你爸 我看你们是真的不见棺材 我落泪 我看你们是真的不见棺材 我落泪 我说你这我就算是系纸 刘总 在这末尾鸡干什么呢 这末尾鸡干什么呢 说出狂玩啥呢 有事我不知啊 这一个老赖 一直来都不让我 飘啊这个地皮 这位叫什么 沈哥 这位就是 与司董身边的李姨 早就冲完苏总身边 有个美女秘书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一个苏氏集团 我看倒是一些颠倒是非 血口喷人的家伙 你说什么呢 这不够 你也在这 我现在没不听你的宣传 韩总把这安顿一下 宿主马上来了 想想 你能这样说吗 你还是想 姐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是不可能忍气吞声的 你算的什么东西陈桥 现在抓紧给我滚开 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了 短一下 李密怎么了 你放心 我教训你教训一下陈桥这个臭屌丝 你刚才喊的什么 你刚才喊的什么 陈桥 一个臭屌丝的名字而已 道歉 听到没有陈桥 感谢道歉 我说让你们道歉 什么 你是不是弄错了 是啊李密 张绍才是你的合法方啊 李密 他就是你个穷屌丝 烂尼扶上墙的东西 你是不是 陈先生 我刚才有眼不使泰山 只能输税 这 这位李密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他就是一个穷屌丝 他都说不认识您了 李密 他是我前男友 一个烂毒鬼 穷屌丝 再废话 我把你的牙一颗一颗一颗 都给你拔下来 李先生 现金五百万 黄金五千克 三十一辆 送给陈先生 李密 您 您是不是搞错了 是啊李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 你们是不是说他是 贴贴贴贴 臭妙丝 是啊 他本来 这是警告 向陈先生道歉 你居然敢打我 老娘非弄死你 你他妈混开 敢这样对李密说话 李密 不好意思 管交部员冒犯了你 张正 你他妈说什么呢 张正 就是啊张正 你不是第一大上吗 闭嘴 这 这怎么回事啊李密 苏总给你这么大的权力 就是让你用来仗势气人的吗 我在外公司 你被开除了 陈先生 您看 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陈先生 您看 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李密 我觉得 不如这样 为了保证你们工程 能够顺利进展 你们还是换一个人合作吧 陈巧 你他妈在说什么 陈先生 恕我直言 我并没有决定 这件事情的权利 这件事情 需要和苏总谈 换钱 也只有张家 能拿得出合作的罪本 看见没有罪法 你他妈在这死皮赖脸 有次不死 人家李密 根本不吃你这一道 孩子 你看 张绍还是有实力的 你不能再这么冒进啊 爸 我知道了 就是 张绍才是这个村子的天 你看看你浑身上下 扣着一股穷三戒 还想阻止我们的合作 上 你 行程里面做好 要真的做得下去 咱度不过张家 陈巧 看在李密的面子 不跟你追究了 怕你收拾你的东西 然后都滚蛋 李密 让他走 需要多少钱 这 陈先生 和真不能决定 我还是决定 苏总 苏总 您来了苏总 这位就是苏总 果然是气质非凡 国色天香啊 是啊是啊 欢迎苏总 大家光临 苏总 我 给陈先生道歉 陈先生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陈先生 是我 永远不是太臣 拿着你的钱 滚蛋 他给我一次机会 苏总 苏总 我们去找流血 苏总 陈先生你好 我是宋可 谢谢你昨天的音乐救我 举手之劳 没关系 那就 依着陈先生的想法 像这样的人 我们确实也没必要再继续合作了 你们 谁是负责人 你们 谁是负责人 算啊 事情有所谓 你们听好了 苏家跟你们 现在重视解除合约 李密 第一十分钟 王让整个苏城都知道这个消息 谁再跟他们合作 就是跟我苏家作为 苏总 苏总 苏总不嫌子 你 你这个消息要没了 我就完蛋了 别跟我说 你只是接近 陈巧 陈 陈董 陈哥 你 你帮我说句好话吧 你帮我求救苏总 这个案情之后我一定百倍千倍的回报您 对不起陈哥 大点声 听不清 你们俩 你们跟我一起向陈哥道歉 对不起陈哥 对不起我错了 对不起陈巧 大点声 听不见陈哥 对不起 对不起陈巧 陈巧 对不起我们错了 继续向我姐道歉 陈巧 大家抬头不见跌头见 左人留意线 日后好相见 上车 你猜如果不道歉会怎么样 上车 你猜如果不道歉会怎么样 你现在工地没了 你爹的村支书 也岌岌可危了 行陈巧 今天这事 我认了 什么要你认了 这是你犯下的错 必须给我姐道歉 陈爹 对不起 错了 对不起姐 对不起 对不起 多谢苏总 怎么 沈先生 是打算放过他们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就要继续合作喽 苏总 多谢苏总 苏总您大人有大量 陈哥 您也是在上座里能称川 既然集团是您的 您自己定 你送的这些东西 我不需要 姐 我们走 有件事我应该告诉你 陈先生 陈先生的决定不代表我的决定 从现在开始 苏氏集团正式和你们解除合约 解除合约 小李 我们走 走 走 李定 刚到了 等等 这 这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是啊 张少 怎么回事 我他妈怎么知道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他就是一个穷屌丝吗 你来回答我 我他妈怎么知道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他就是一个穷屌丝吗 张少 你别着急 他只不过是救了苏总的命而已 苏总是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的 又不是很有钱 他在那里假装清高 不是没要苏总的钱吗 还是会去快递站呢 快递站 哼 我有办法 哼 他让我今天丢了那么大的面 哼 巧遥 我有办法收拾他了 你敢解释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那么有钱 那个苏总 又是怎么回事 姐 你放心吧 那个苏总 我昨天救了他然后把他送到医院 至于钱 绝对正规 你先收拾收拾东西 我去城里办点事 明天咱们就去城里 行 好笑 那 要小心一点 不得安全 知道了 大姐 徐少 他小子叫陈条 今天总的我去了一趟乡下 而且带了很多个东西 查查这个有没有什么亲人 他妈给老子瞧女人 找死 有屁放我可忙的 利哥 快递丢了 什么快递丢了 丢了一种车 一种车 按照那个地址挨家挨户子 给人去道歉给人去赔 该怎么样怎么样听见没有 我去 你想吓死我 不是跟你说了吗赶紧去 利哥这快递不是在你这儿吗 嗯 你大白天的说什么胡话呢 自己丢的快递自己赔 老子说一遍 跟老子跟快递战没有任何关系 利哥 去去去去去 别拿你的当手去 你一种好吧 凡是讲话要讲证据好吗 我可没有偷你的快递 我可没说是你偷了我的快递 你这未免也太有点此地 乌银三百两了吧 你现在给我解释了 现在立刻马上拿着客户的地址 该道歉道歉该赔钱赔钱 不要在我这儿胡搅蛮馋 不然没有你好吃 我跟你无冤无仇 自打我进快递战的第一天起 你就欺负我 这我忍的 可这种无限 未免也太有点低级了吧 今天啊 我就是来问个明白 别脸不要脸是吧 今天 我就让你知道 知道什么叫明白 老子今天就让你明白个透 你这视频哪来的 老子 我告诉你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现在都是信息时代了 面地都是监控 你真的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 神不知鬼不觉 就凭这些视频和照片 又足够把你租到看守所 你拿这个吓唬我是吗 老子告诉你了 老子就是针对你 怎么样吧 去报警啊 去啊 你在乡下 不是还有个姐姐吗 我要是进去了 我的那帮兄弟们 可是非常喜欢乐于助人的 你咋 哎怎么叮了吧陈强 我告诉你 这就是命 你得信 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知道吗 我惹了不该惹的人 是不是有人支持你 我支持你大爷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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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给我 只不过他现在就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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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哎 你想笑什么 存了这么久的钱 买了个手机 结果 马上就要被我摔碎了 哎你这样 你叫我一声礼 我就把它还给你 哎怎么样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笑 我笑你比我想的更蠢 骂谁呢你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真的欠作 哎 我拿你我都嫌脏了我的手 我笑 为什么 总有人想摔我手机 我记得在店里 好像是有一个pose机 我也可以自己 你在说什么什么 什么pose机 什么货气啊 哎哎 我一点都没听懂 你是不是该寻院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你是不是什么小偶梭 哎你摔不摔 不摔给我 还挺贵的 哈哈哈哈 贤贵 贤贵你他们刚才装什么大油狼 我不是嫌他贵 我是嫌这地板贵 我 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的地板考虑 一开始怕把我地板砸坏了 现在 我觉得 也没这个必要啊 找此事吧陈销 上夜也不看看地方 你那么混迹了 一百万 买了你这个店 都比脸还干净的吗 现在 拿得出来吗你 哎 就这样哎 对对对对对 哎对你再接着说 帐一百万元 看见哦 你钱哪来的 我看 一百万好像不够啊 毕竟我要把你的店给砸了 不是哎 李哥 我要开砸了 哎哎别别别别别别 陈兄弟咱有话好好说好吗 整天 张口老子 闭口穷屌丝的 我看你根本没有合作的态度嘛 陈销你疯了 对 我是不是还没给你扫钱 来 你你 到账五百万元 五百万 现在有合作的态度了 陈哥 我也是有苦衷的 你们神仙打架 比江鸡我们这小买卖呀 你这么有钱 你 你何必原来伪身在我这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什么人 群屌丝 烂毒鬼 什么人 群屌丝 烂毒鬼 妄想吃天药肉的烂蛤吗 张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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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小子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来我店里是就咋有闹吧 张寿 张寿 我没有见天了啊 哎 李老板 这个就是你口中那个 我惹不起的傻子是吧 哈哈哈 说什么呢你个穷妖子 张寿 你不以为苏总真的高看你一眼吧 我告诉你 他只不为了还你的恩情而已 真以为你自己是那个苏承破纱了 妈 骨子里就是个烂人穷掉丝而已啊 张寿 你看他承认了 他还是害怕你的 今天啊 你不过我刻意摆个想法 这个快递战 不是 你昨天让我在那么多人的面 没了面子 赔个一百万 我给你的事 就算了了 一百 哼 怎么了 一百万你就怕了 昨天不是还是假装清高 拒绝苏总的礼物吗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一百万 太少了 我不如给你们一千万怎么样 一百万 太少了 我不如给你们一千万怎么样 疯了吧你 你还真当苏总啊 在你旁边啊 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 一千万 你他妈想起来想疯了吧 陈调啊陈调啊 我只知道你有点穷 有点屌丝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信口雌黄的人 就是 这店你也砸了 爽了 你当着 张少的面 你还吹什么牛逼啊 我先告诉你 这些钱我是不会还给你的 而且 你还得再赔我 五百万 我亮你也拿不出来 买个店一千万 哎呀 到手 十个亿 十个亿 你想钱想疯了吧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一千万买个店到手十个亿 我觉得母花钱请来的打手 也不需要了 喂 你是他们请来的保镖是吧 花了多少钱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现在最好把你收到钱都掏出来 再给我磕个头 我想想啊 我是 先买店 还是 先请打手 我是 先买店 还是先请打手呢 哈哈 算了 我还是先买店吧 哈哈哈哈 小小 他居然真的扫码父亲 小李他居然真的 他居然真的想扫码 账五百万元 哈哈哈哈 咋啦 哑巴啦 哈哈哈哈 哎 对了 他们给你俩多少钱 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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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少 这不像是你控制的风格 最近手头拒紧了 对了 你们俩把那个收款码打出来 放 十万元 来 过来 什么情况 这一天是苏总给的他钱 我不问你们俩 他们 是不是叫你来揍我的呀 我现在给你们俩 一个任务 把他们当中做的最严重的那个人 我给你们 我给你们 一百万怎么样 哎不行不行不行 一百万太少了 我给你们五百万 五百万怎么样 哈哈哈哈 喂喂 你们别过来 你们干嘛 你们你们别过来 你们可要想清楚 我爹可是村子叔 张哥 对不起了 陈翘 陈翘陈翘 陈哥我错了你了 别过来了 没关系 使劲的 医药费我出 哈哈哈 啊 陈翘 不动啊 陈哥别乱了 我给钱了 你没收钱呢 嗯 什么味道 陈哥快晕了 他就太硬了 哈哈哈哈 没意思 陈哥 是 是 是我不说话的 我我错了 我错了 是我下午狗烟 我 我这就把这些快点拿过来 还给您好不好陈哥 你刚刚不还是说 我 我是臭屌丝嘛 这我嘴见 这我嘴见 这我眼下 这个 这个 你 你 真噁心 哦 对了 林沛瑶 还有你 我差点把你给忘了 真噁心 对了 林沛瑶 还有你 你是自己滚的 还是我黏你滚 瞧 你知不知道你得罪的是什么人 你知道张上是什么人吗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林沛瑶 我跟你说的话 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我明明已经放过你了 你为什么还让他招惹我 我们招惹你 你之前明明有钱为什么不给我花 还说什么欠钱还账 我呸 你根本就没有钱 不过是胡家虎威 仗着救个什么苏总的命 在这里 士强凌弱 我 我士强凌弱 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 我不想再跟你做任何纠缠了 至于你口中的那个什么 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张上 等他醒来的时候 我看他还敢来招惹我 我已经放过了 如果你还有下一句 我让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喂 哎 你让他们过来吧 哎 对了 我差点忘了 把他弄醒 我等一会儿 有贵客要见 你让他们过来吧 哎 快把他弄醒 我差点忘了 我等一会儿 有贵客要见 哎 哎哎 钱了哎哎 钱了哎哎 哎 哎 啊 真巧 老痛了给你拼了 我起开脏死了 你个臭婊子 都是因为你 我松开自己没用我动死 过了 哎哎哎哎 你不是很厉害吗 说 还要扶什么老奶奶过马路吗 没有没有没有 陈哥 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陈哥 我放不放过你 我不知道 但是 有人不会放过你的 来了 逆子 逆子 你给我杀开 逆子 你给我杀开 他 是 不是符合的东西 还有你 他说 他们装什么呢 看着 狗屁网总 因为你老娘子整个快递公司 都被陈先生收藏了 你妈的丢人现眼的东西 蛤罪了什么人你知道吗 陈先生 手下馄叫不言 给你赔罪了 陈先生 啊大家都是一个非的 是我这同样关心不赢 妈 慢点小学生道歉 林哥 对不起 错了 对不起 成哥 您换过我吗 我这也不敢啊 哎呀 你们收钱办事 对不起 哈喽我们先走了 哎呦 以后别让再电脏 是晕妮林沛阳 晕妮林沛阳 至于你 林沛阳 晕妮我错了 你能不能看在我们曾经相爱的份上 相爱 我们相爱过吗林沛阳 从始至终你把我当做成什么 我 我对你掏心掏肺 而你呢 狼心狗肺的东西 村长 我希望他以后永远都待在这个村里 不去城里祸害别人 你帮我看好他 是是是 晕先生 我明白了 多谢你给村里的捐款 我希望他在村里 求生不得 求死不挠 晕晓 你不能这样 晕晓 晕晓 姐 快来堂上弟弟给你做的红烧鸡腿 瞧瞧啊 这房子得不少钱吧 要我说 咱住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这钱 你还得留着娶媳妇呢 姐 你就安心的住 这个啊 只是咱们刚刚歇脚的地方 过两天 我一定让你住上俗城最豪华的房子 今天啊 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一时为了我的事情 等着你都不化妆 素面朝天呢 今天啊 我给你买了些化妆品 你也好好导致导致自己 瞧瞧啊 这 这太贵了 姐 放心吧 你就安心的用 好 瞧瞧啊 姐想求你这件事 瞧瞧啊 姐想求你这件事 姐 你这说的什么话 有什么事 你就说 咱爹妈呢 走得早 走之前呢 待会我们去和苏城一家小饭块吃个饭 我想去看一看 姐 放心吧 这事啊 我去办 我以后 一定要让你过上最好的生活 哎 这里还不错哎 离店也不算太远 到时候 我再把店买回来 给我老姐经营 她回来 也挺方便的 这套 姐不行 哎 这套 这套还不错 哎 有人吗 有人吗 有的有的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套他多少钱 嗯 这位先生这套 真的很贵 嗯 我建议您看看其他小区 哦 哎 呀什么呀 没长眼睛 哟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我们林大小花的田狗 陈乔吗 看看 看什么看呀 你买得起吗 这个人 好像是我大学时代的班长 那时候啊 那时候啊我喜欢林沛瑶 他就跟瑶瑶一起羞辱我 可我记得 不长这个样子呀 哎 真的是你啊班长 我不记得你长了一脸雀斑吗 哈哈哈 陈乔 我告诉你 你不要胡说八道 你知道这是哪吗 还来这里看房子 你也配 呀 这套房子多少钱 我负全款 这一套真的很贵 我手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房源 有有有 他在这装起来了 他其他的房源了 一个穷屌丝 每一套都买不起 我来你们这 你们是 卖房子 我是来买房子 我怎么就耽误你们工作了 你看看你穿的都是些什么 知道我们这里是哪 我们这里的乡村 每天要拼掉多少钱 你知道吗 你不觉得自己很臭啊 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晚安 晚安 快 就是这个人 快把他赶出去 快把他赶出去 先生请你马上出去 这里不欢迎医官部长的人 难道说 我不穿西服 不打领带 就不能在你们这买房子了是吗 当然可以 只是 我们这里不招待你这种人品有问题的人 他说我是有个疯狂的 他找不到我室友 就一直在找我 现在我的人身安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个人啊很穷的 根本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就是过来骚扰我的 先生 给你出去 我 你室友的罪手之 哦对了 他呀 听说还是个烂毒鬼呢 外面欠了不少的钱 现在打了好几分门在还债呢 你不要血口喷人 先生 请你马上出去 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了 你们不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啊 先生 请你出去 不是这样子啊 是这位先生自己来找我看房子 这位姐姐是个完全不一样 是这个姐姐自己过来的 不行这位先生 已经引连到我们员工的人身安全了 现在 请你必须出去 我 我要见你们经理 我们经理日理万机 哪里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可是 这位先生明明什么都没做 我一直在旁边看着呢 现在就把你们经理给喊过来 我现在就要付钱 买方 怎么回事啊 大大闹的在这 请你 呦 小萌 怎么了这是 那么委屈 跟哥说 哥替你出去 刘哥 就是他 就是这个来台无比的男的 他呀 是我大学同学 他是我室友的一个追求者 找不到他就一直来骚扰我 他很穷的 他根本就是一个穷屌丝 他买不起这里的房子的 好好好 真的想要骚扰我 我知道了 这种人我见的多了 这事 交给哥来办 奶行吗 想吃这个肉的东西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这经理是吧 啊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说了 妈呀 那送你去 走吧先生 经理 我话都没说完你就赶我走 我理解你维护员工的心情 但是 你也要听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你吧 走吧先生 经理 我话都没说完你就赶我走 我理解你维护员工的心情 可是 你也得听听我把事情的原委 给你讲出来吧 还要听什么原委 就你这种穿着打扮 与我们这个高贵的气息 完全的格格不弱啊 你再看看我们的小萌 被你欺负成什么样 这不一目了然吗 好一个一目了然啊 我来你们这里买房子 穿成什么样 是我的自由 你们的员工 不但以貌取人 还侮辱我 并且还说 我猥亵他 你们这样做 我是可以报警的 你完全可以报警 但是 现在 这个地方你不能呆 请出去 我是来买房子的 为什么不能呆在这里 你买得起吗你 你就是过来骚扰我的 柳经理 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你闭嘴 先生 且不说你能不能买得起 那当然了 我觉得您一定是买不起 别说我们这里的一套房 就是一间厕所 你都买不起 要我穿呀 你还是出去吧 如果你再这样 对不起 我们只能 请你出去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就凭你们这样的罪恋 怎么样服务高端人士 是靠那些险恶 又颠倒是非的罪恋 你大胆 搞了 还给我赶出去 来 看看这是什么 来 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制作黑卡 据说 制入战里面 充满五千亿才能有的黑卡 而且必须得生命认证 不能转奏 全球只有十招 不可能 这怎么会是这堆黑卡呢 你明明只是一个指挥 跟在林佩瑶后面 是旁边的田狗 班长 你让我说你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是可笑 还是无知 来 刷我的卡 把你们小区所有空余的别墅 我都要了 所有的提成 记在这个小姑娘的头上 我不跟你计较 而你 一直揪着我不放 我不让你吃点苦头 你不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后 快点 刷卡 买房 人哥 我 我不知道他有钱 但是他骚扰我是真的 你想呀人哥 他要是真的有钱 怎么可能到现在才来买房子 这位先生 我知道你很有钱 可能比我们在座的更钱 但是 鉴于你的人品问题 就算把我们这的房子都买了 对不起 我们还是 不能接待 我们还是 不能接待你 你到底要不要听他在说些什么 我 骚扰他 也只有你把他当个宝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有钱我剁不过你 你要什么我给你行吧 就是你放过我吧 难道说 这个世界上 谁穿的光鲜亮丽 就是谁说的算了吗 请你立刻出去 我们这 不接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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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我的男朋友 她 没必要为了得到这样一个表情 苏总 苏孟可 她居然是苏总的男朋友 这个楼盘我们开发多久了 毁苏总是在三年前 这是整个速成最豪华的楼盘 只服务高端人士 那她 在这工作多久了 她楼盘的时候就是在 你对我的男朋友都这样指高情 要换做其他人 你还不得把其他人吃了 苏总 不是这么回事 哎呦我错了 这个事 但那不对 是她 是她的问题 就是那个贱人 跟我说 她被欺负了 就是这个事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苏总你原谅我 老公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提 老公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处置他们 这是苏总吗 不是 我不是听说苏总是个冰山美人吗 这也太主动了吧 起先 你跟林佩瑶做朋友 我听信了她的一面之词 可你呢 一二再三二三的胡说八道 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 你总是以貌取人 你总是拿着自己认为的那点见识 真的以为自己是天之娇女了吗 真的是可笑 你跟他废话什么 苏总我 道歉 出话 苏总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惹你了 老公 你看 这样可以吗 我错了 陈琼 你快让苏总放过我吧 我求求你了 忘了还有你呢 毕竟说 是苏总 苏总 苏总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你放过我啊 陈总 我再也不敢了 哦对 这个臭表的 我有他的裸照 你们拿去 给他公开了 他就完了我跟你说 苏总 你们放过我吧 我知道错了 你说什么 臭表 你说什么 那个臭表 要不是因为你 你 因为 那个臭表 你要命吗你 以后就你当经理吧 老公 你跟姐姐的厨房问题 就不用担心了 我来解决 苏总 你有什么话 放纸说 陈先生确实很有意思 我的确对你有事相求 黄军主 你派人把这里收拾收拾 今天是我来买房的顾客 卡巴哲 不要跟我老公去约会 这也不许跟你 说吧 陈先生还真是不解放弃 我好歹也属于苏承 属于12的美人 怎么 对我没有一点心动 不是的 苏总 是这样的 苏总 虽然您帮了我两次忙 但是我一定会尽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去帮助你的 今天是说来也简单 不需要你付出什么 但是回报很大 说 嗯 算是一种投资吧 零风险 高回报 你可以财色双收 可以做上人生巅峰 苏总说来听听 和我结婚 跟我结婚 不好意思苏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 这个忙 我实在是帮不了 什么 你是觉得我苏不可配不上你 不不不不不不 苏总 已经误会了 这实在是太突然了 咱俩 也没认识几天 不复结婚 三次见面 我觉得陈先生凝聚个人 刚正不阿 纯职善良 我自己认为 我是有点小帅的 但是 还是觉得配不上你 苏总 手机给我 啊 手机 没有为什么 家族逼婚 我不同意 所以反正都要结婚 我不如找一个自己还算喜欢的人 你想好随时联系我 我随时都可以 姐 我回来了 乔乔快来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菜 哎呀 爸妈 你们在这边看看呀 乔乔现在可厉害了 他把我们之前一起吃过那个饭店 都给买下来了 姐 现在咱们日子好了 那个饭店 你不用贴的东西 那些叫你后厨就行了 那不不行 姐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姐 你说 姐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姐你说 你现在很能干 你今天姐想都不敢想的愿望 你都替姐实际了 但是 现在姐就最后一个月了 你啥时候搬老陈家 学习让媳妇回来呀 哎呀 我把饭吃完再多 不吃了不吃了 哎 我给你送上去啊 买个面 还花了三百块 最近赚钱的速度有点慢喽 那股票 哎 这就快跌了 先买他的三百亿 情侣睡衣 我姐姐说的也是 现在我什么都有 要是有一个老婆跟我一起 老婆不贵就好 嘿嘿嘿 舒服 还用点力 别别别 吓什么呢 虽然说我这个身家 今是世界首富了 但是 松不渴 这事也挺漂亮的 哈哈哈哈 我去 想什么来什么 怎么样 考虑的如何了 苏总 你就别打趣我了 陈先生 我没开玩笑 结婚他可不是儿戏 咱们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 实在是配不上你啊 苏总 我了解你的为人 你那天救我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全部都知道 我现在是真的着急结婚 你还记得第一次见我那次吗 那天我就是正在为许家少爷逼婚 现在他又找上门来了 不好意思啊 总接个电话 你说什么 我马上过去 亲情你别着急 我找了全是最好的主动医生 还有医疗团队 姐姐一定会没事的 我知道 命是保住了 可以看看他那手 这个饭店 是我早逝的爸妈和我老姐 吃最后一顿饭的地方 这是他的执念 对不起这件事真的怪我 我不怪你 我也没有想到 有人会报复 可明明 明明我已经他就与人为上了 我也没有想到 有人总会针对我 他本来可以过得很幸福 是我害了我老姐 陈翘你别这样 这件事真的怪我 我大概知道是谁做的了 你等我留下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徐家是比你们苏家 还有势力的集团 他喜欢你 他想跟你结婚 但是因为我救了 所以处处针对我是这样吗 我就让一下 我确实挺喜欢你的 这些有钱人 真有意思 一次又一次挑战我的底线 这个徐赵很难对付吗 徐赵是速成第一顽固 要担任他个人吧 本是一般 但是整个徐家集团 几乎垄断速成各个行业 势力很大 势力再大 欺负到我姐头上 我也不可能放过他 既然苏总把话放不出去了 那我们就一起击垮他 还不愧叫老公 哎呀 这丫头可真许 也不知道 看上我家巧笑哪点了 你好 请问这里是不是陈先生的病号 你好 我是 你是 你家少爷 偷给你带来一张贺卡 你家少爷 偷给你带来一张贺卡 我家少爷说了 他最近 公务繁忙 改日 一定会登门拜访 你家少爷 自己没长嘴吗 告诉你家少爷 等我解好了 我一定登门道谢 我最近 胃口很大 记得 多准备点吃的 一定一定 陈先生 哦 苏总也在呀 不过 我们家少爷可没给苏总准备 因为 他可能不太需要 让你家少爷放心 我和我老公 一定会准备到的 好 姐 姐都知道 放心 他懒得去做吧 付出意外 在今天 苏氏集团就将宣布破散 各位 大家都是跟着我父亲一路打拼过来的 今天 我们苏氏集团走到这个地步 徐师固然很强大 但我相信 只要我们众志成城 一定可以度过这次难关 你还在靠什么 不然你打的 头都快抬不起来了 就是 老苏总在的时候也不是这样 要我说 你赶紧嫁给徐少就算了 那这衣服钱干什么呢 没错 嫁给他算了 嫁给他 你 你们 我什么我没 整个苏氏集团就是在你的代理下 才变成现在这样 我早就说过 不要陪徐家过来 就是 你要是不跟徐少结婚 不如全部不断断 你们手里明明有现金流 也有股票 苏总平日你代理多好 你们这叫过河拆桥吗 如果不是你苏木可 怎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就是 你早点答应徐少 不仅不会像现在这样 苏氏集团 只会比现在更强大 在你们眼里 苏氏集团到底什么 是什么 一座废弃的大楼 在你们眼里 苏氏集团到底什么 什么 是什么 一座废弃的大楼 我学校手中的玩物 哇 呦 苏总 你那小男朋友没来 我不是让你给他做前演吗 今天这么大的戏 他没来 警告你 路远点 让我猜猜猜他为什么没来 是不敢来了 还是他下回就不喜欢你 这也可惜了 把这个合同签 苏家就入 你休想 不签也行 还有别的吗 不签也行 还有一个办法 你嫁 不对 我想一下 你也没资格嫁了 你也不配 你就留在我身边 你也没资格 关于苏氏集团 我就大发慈悲 给你保留一下 大家说怎么样 苏总您就当为了我们委屈一下吧 是啊苏总 你忍心你父亲的基业回忆一带吗 人家徐上一表人才 你们 苏木科 这就是给老子做对的下场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用床 现在老子没心思 就给你三秒钟 你如果不答应 苏氏集团我让他立马在速城消失 那这样吧 你把该分给大家的钱都分给大家 我就答应 苏总 喂喂喂 老婆 喂喂喂 老婆 那么大的家业 你怎么也不跟老公商量一下 就要卖给别人呀 那你以后 还怎么样啊 呦呦呦呦 陈强 谁来了 放在那干嘛 怎么 你老婆要形成我的玩物 你觉得还不够 你又要来到我家里给我打扫卫生呀 嘿嘿 哎呀 谁呀 这叫 我这是苏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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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我怎么不来说来的怎么办 老婆 你怎么来了我不是不让你来吗 我不得来英雄就美吗 这不是你能应付的事 好了 谁你说 你小子都真不怕死 看来 给我喝三个小火 我找你一命 学长 你以为你能办到的事情 走不到吧 呦 我这不你再说什么 你一个破松块铁 你在我这装大块 你也不尿我尿你 你照着你自己 你屁吗 到爷爷面前 给爷爷和三位想说 我饶你一命 学长 你以为你能办到的事情 我就办不到吗 你一个破松块铁 你在我这装大块 你也不三个尿 照着你自己 你屁吗 我知道 你们三个人当中 有人收到他的钱 现在 我以双倍的价格 收回你们属中 所有的部分 他说 他只知道学长给你多少钱 你这不是你在说什么 出我的双倍 你见过钱倒什么样吗 你见过那么多钱吗 给我的 你配吗 学长你别欺人太甚 我给你走就是了 堂堂速成第一坑了 你就这点本事 就这点钱 你他妈说谁开了 给老子跪下 用嘴一张一张 给老子丢起来 堂堂速成第一坑了 就这点钱 你他妈说谁开了 给老子跪下 用嘴一张一张 给老子丢起来 你又为什么冲我来 现在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一些有钱有势的人 往往认不清自己的身世 一个比一个夸张 一个比一个仗势气人 真的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你是不是你在说什么 你都还是胡言乱语了 没关系大不了苏氏集团我不要了 放心吧 没事的 你放笑什么 你早打呀 徐少 我给你打个赌 如果我赢了 带着你的狗腿子和你的钱 我出苏氏集团 笑 打赌 老子凭什么给你打赌 因为我比你有钱 我罢了 他真说 知道这个是谁吗 这可是许少人 你要不然就因为你在说什么 我没有你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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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钱 到底是什么人 这怎么可能 这 放心吧 你是 你们 谁拿了徐少的好处 也在 拿两辈子前走 然后把这个合同给我签好 把股份还给苏总 然后不过从苏氏集团滚蛋 我可以既往不咎 如果 被我发泄 对不起 苏总陈总 你干什么 不认为猜死 徐总对不起 你们也 徐少 哎呀 我是不能给你打扫卫生了 哼 你看这样 我给你骗个价钱 你还要给我打扫卫生怎么样 我给你骗个价钱 你还要给我打扫卫生怎么样 行 今天算你们走狱 你们给我等 三天后 徐氏集团酒会 赶来 来 来 徐总 我还是那句话 这个酒会 我是一定会去的 行 借着你 咱们走跑 哇 哇王姑娘太厉害了吧 是啊 陈哥你刚才也太帅了 简直跟法尔街大王订过一样 大大我们只是小小的弄了一下布 老婆 准备准备 这位给我够 都是一场屑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苏氏集团给夺回来 万一我们要是去了 老婆 苏氏集团 我们不能仅仅是收回它 我们要做到 斩草 要出根 徐少 您消消火 说什么 他妈的在做成我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 把话放出去 谁要敢和苏氏搭上线 那就是和我徐家作对的 把能用的资源都用上 三天之后 就在这 让这两个贱人给我带不来下会认错 好 不好意思 请出示邀请函 什么邀请函 没有邀请函的话 这位先生不能进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知道 您是苏总 那你还不让我们进去 不能 您能进 他不能进 我 我为什么不行 苏总是我们少爷的女朋友 你 你是什么东西 凭什么进去 你下次就买了一个下马威 得算了失票 今天的酒会也够他们受的 可惜了 你放屁 我什么时候是他女朋友了 那我可挂不着 我们少爷说了 就是独让你 这又是你们徐少女代表知道 我听说 这家饭店的老板实力很大 难道 也是你们徐少坐下的一条狗 哟 老板 怎么站在这不进去呀 没有邀请函是吧 你看 我这有一张 给你 报应 手滑了 陈桥 你要是想进去的话 就捡起来 你要是想进去的话 就捡起来 陈桥 已经得失进食 这个酒会我们都参加了 有酒会我们都参加了 哟哟哟 别着急呀大美人 这个酒会你们要不进去 一定会货毁 时间也差不多了 没事 放心吧 老婆 徐少 我告诉你 这个酒会 我是一定会去参加的 这个请帖 我也一定是不会剪的 陈乔 你真是个贱命 你不剪也行 你冲老婆打算去报 老婆就放你进去 徐少 这么闹有意思吗 你就不怕得罪酒店老板了 我听说就连你爸 你要给这个酒店老板三分熬面 得罪 笑话 这他妈就是为你准备的 陈乔 你只不过是老子想捏死 随时就能捏死的臭虫爸 至于这个美人 至于这个美人呢 我警告你 六元店 我告诉你 收拾地方马上就要回买 你不是以为自己很有钱吗 你买呀 你把所有的合作房你都买走 我告诉你 你和我都 对 徐少 我希望等一会儿 不要问你自己说过的话 砍到后悔 后悔 后悔 没有早点把你们俩给解决掉 徐少 你以为你在速车 你就是天了吗 你只不过是一个只会花老子钱的啃老族罢了 别管我啃谁的老花谁的钱 你 跟我斗 就像现在一样 我不允许你进去 你连门都没有 哦 是吗 陈桥 我特他妈喜欢你装逼的样子 就像一个眉毛的蚂蚁一样 小姐 您也过来看他们俩 吃酒吧 陈桥 我特他妈喜欢你装逼的样子 就像一个蚂蚁一样 屁都没有 小姐 您也过来看他们俩在这出酒呢吧 能这样是吧 对 军阳大名 今天终于相见 感谢陈先生 我来你这吃饭 听说你们跟徐少 好像达成某种共识 在这里拦着我不让我近视吗 怎么可能 哪里的事 徐少 陈先生也是我的贵客 如果你对他有意见 你让你父亲来跟我谈 现在想请那儿进去 小姐 你没有搞错 我想求助第二遍 陈先生 请进 多谢 多谢 请 陈桥 吃饼 这陈桥是什么人啊 这酒店老板可是向来不卖任何人 的面子 把他陪照 老公 你这怎么认识的相见 应该不会 哎呀疼老公 应该不会和他有呼呼是吧 怎么可能老婆 那你快说怎么回事 老婆你知道的呀 老公 除了有点小钱 没有别的本事 我无非啊就是动用点超能力 他们不得不给我面子 这样的酒店 还缺钱啊 老婆 这个世界上 哪还有人嫌钱多呀 更何况是他们 不相信你快点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老婆你看 我是真的只花了点小钱而已 你 一关五个亿叫小钱啊 刘总 什么指教 没有什么指教 只要看看过了今天这的酒会 你苏总 还能不能像纸签一样 要无仰为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苏总 出来换 吃着要烦的 出来换 苏总在外面怎么样 还轮不得你过来踩两脚 小心啊 你什么意思 就要看看 过了今天这的酒会 你苏总 还能不能像纸签一样 要无仰为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苏总 出来换 吃着要烦的 苏总怎么样 还轮不到你过来踩两脚 小心 砸了自己的脚 你跟小白莲 你以为你爸 苏总 你又了不起了是吧 你跟徐少比起来 你算什么 什么意思 可惜啊 可惜 可惜以后再也看不见你苏西集团 和你苏总 大美女喽 这个刘总 之前一度跟我们合作 但是我觉得他为人实在太猥琐了 就没同意 没想到现在出来当个漂亮小丑 看来徐少做了很多准备 并不只有解除合同这么简单 那怎么办啊 放心吧 有老公在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大家安静 听我说两句 大家安静 听我说两句 今天是我们徐氏集团 今天是我们徐氏集团 八十周年的日子 身为三代企业 非常感谢在座的同僚 经我们徐氏集团的帮助 想必大家也知道 总有一些不知死活的家伙 想挑战 和徐氏集团的权威 敢挑战徐氏集团 还能是谁 苏氏集团呗 我觉得事情不太简单啊 放心吧老婆 没事 大家安静 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 但有些人也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那就是加入徐氏集团 屐氏集团的名义 告诉各位 苏氏集团所有的合作方 以及完全解除合作 苏氏集团即将破产 现在我承论地邀请各位 共同去分合苏氏集团的每一杯群 启用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各个行业收购苏氏集团 今天加入我徐氏集团打烊书家的 将获得我们徐氏集团最真诚的借贷 每人五十亿集团资金 每人每家五十亿集团资金 我来我来 哪里签合作 哪里签合作 现在这么临取 五十亿 五十亿 请抓紧时间 五十亿 徐氏为了打烊我们竟然下了五十亿的血本 这一家五十亿这么多给多少钱啊 五十亿 很多吗 五十亿对你来说也许过多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已经很多了 而且他们可能怕的 是徐家的势力啊 喂 不好了 这个我们是自己想去走面绷杆 所有服务方 和火方都用这个了 我怕这个情况下 不同程度 我们就是常常想要和他 都要美 去一家费赛 什么 小白脸啊 别因为你帮上小姐 就能把我怎么了 看见没有 只要我说说话 你都不是对手 你这样做 你家赔得起吗 赔得起吗 说你无知 你就是无知 你是不知道我们徐家真正的台里 还有 小美人 之前我的提议 你再考虑考虑 还算数哟 小美人 之前我的提议 还算数哟 你放屁 苏氏集团就是我不要了 我也不会让你得逞 哟哟哟 好大的口气 这天价的赔偿 你赔得起吗 靠谁呀 靠这个小白脸吗 哦不对 这个小白脸 还帮着小姐呢 你说发生什么 徐少 我说你是井底之蛙 你还不相信 你难道真的认为 跟我是一个量级的吗 你在废什么话 你指定不是和我一个量级的 老不是天 你是地 你只是地上一只臭骨 老子脱口脱沫 都能淹死一片的臭肿 哟 苏总 千千你不是死活 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吗 要不这样 你过来让我和徐总一起睡一夜 我就同意跟你合作一下 你 给我老婆跪下道歉 啊 你个他妈的小白脸 你又给他炸什么呢 那我给你道歉 你可配 他让我 你打道歉 疯了 谁知不经了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跪下 道歉 你他妈在干什么 徐总 我公司太惨了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快点 磕头道歉 我错了 爹 我错了爹 你大约不理小约过 跟我一想生路吧爹 你妈在干什么 你是我徐家的人 抓紧起来 他不是刘总吗 是 网上朋友瞎出眼 不是啊 他要破产了吗 我就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我现在给你五秒钟的时间 立马从这里消失 不然我就让你负债三千亿 你他妈说清楚 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徐总 你不是说我快完蛋了吗 我怎么一点都没发现呀 是啊徐总 你的狗腿子 怎么不理你的呀 陈乔 你他妈到底干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徐总 你是永远没办法和我斗的 各位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乔 是苏木可的老公 看你等一会儿笑得出来吗 哎 什么 什么什么 你妈这什么表情 这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什么不是真的 老子被你画呢 他们哑巴了 这 这是你干的 我刚刚打电话你都听到了 我说过 让你不要后悔 这 这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你说呀 刘总 刚刚 你让我给你跪下来磕头道歉是吧 这样刘总 你现在叫我生陈爹 然后我大发慈悲的 给你留一条活路 让你不欠账的从这里滚出去 怎么样 陈乔 你他妈疯了吧 你不要以为一个电话 就能把我们吓到 你是不是脑子不好 要不要给你找一个脑科医生 你好好的去看一看 刘总啊 我老公脾气不好 你可要快点喽 你他妈在干什么 站起来 许上 我我身破产了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快点磕头道天 许上 你是永远没办法和我斗的 各位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乔 我是苏木可的老公 刚刚徐少给你们添大的利益 来和我们划清关系 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 你的市值不过五百亿 现在我给你们每个人两千亿 只要你们不再跟徐家合作 各位 苏氏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我们凭什么信你啊 就是就是 谁知道你能不能拿出这个钱 别听他们胡说 只有我 我能给你们现金 他空股无凭 给你们两千亿 吹什么牛逼 是呀 就是我们凭什么帮你 你们可以不相信我 也可以不帮我 但是现在倒计时开始 每五秒钟 你们其中就会有人收到电话 我不寻求你们的帮助 或意见 我只是通知 什么被收购了 你说什么 一个叫陈巧他出了两千亿 所有人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 你们还有人要跟徐家合作吗 所有人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 你们还有人要跟徐家合作吗 我去竟然是真的 完了完了 我慢了 我公司没了 陈总 不 陈哥跟我签 跟我签 不着急 一个一个慢慢来 来找我们苏总 从此以后 你们都是苏市的子公司了 谢谢你老公 这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什么人 小子 我告诉过你 你是永远斗不过我的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我要让你说过的所有话 做过的所有事 付出代价的 别以为你让所有的人不和我做 就能让我臣服于你 做梦 小子 现在跪下来磕头认错 金雪 我还能放过你家人的百年经验 陈小 你在我这不过就是一个臭臭 一只蚂蚁罢了 真是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动手 你在我这就是一个蚂蚁 一个臭臭罢了 哈哈哈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动手 我告诉你们 徐家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他是不是有点傻 就是 谁还在乎他徐徐家 我说真的离开他老爹 他是什么 他啥也不是 好了好了 我们快签和封李的钱吧 你现在再不过磕头道歉 等一会儿 没机会了哟 陈小 不就是这几位不和我合作吗 我还没有动用我们徐家全部的力量 我告诉你 徐家的力量 是你想象不到的 想象不到你大爷 你 你敢推费手 你他妈找死呀 没你大爷 陈哥 要不我帮你把他追给头上 陈哥我们以后都听你的 跪着 磕头道歉 大爷 你敢推费手 他妈找死呀 陈哥 要不我帮你把他追给头上 陈哥我们以后都听你的 跪着 磕头道歉 陈哥 你他妈敢这么对老哥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你知道我们徐家在速成的势力吗 抱歉 我屁你个臭屌子 还有你很小 我告诉你 有种你就在这把我给弄死 在我这你啥也不是啥也不是 你咬由自取自作自受 我们今天谁也别想走 我爸马上就到 乔子 我们就不妨等等看 看看你爹 能掀起什么样的波浪 陈球 你给我等着 你都不知道我爹的可怕 你得罪的不是我 而是整个徐家 陈球 谁是陈球 听票在哪 啊我在这呢 陈球你给我等着 你都不知道我爹的可怕 陈球谁是陈球 听票在哪啊我在这呢 不陈总 您就是陈总 怎么个事 我管家不周陈总 求陈总给我高台会手 请你给我们去加一个生路吧 你在说什么呢吧 你知不知道陈总什么人 混账东西 你不知道陈总是什么人吗 他妈招惹陈总 因为你小子 陈总好正外国人 整个徐家马上就要破产了 爸 你在说什么呢爸 我怎么能生存你这个混账东西 陈总求您放我们徐家一条生路吧 老婆你怎么看 我觉得吧 那就让徐家彻底消失在速成的历史 长河当中吧 哎呀我不吃了开饭了好正好姐做饭了 走我们去吃饭 哎呀 慢一点 哇姐你不仅人长得好看饭做的也是一绝啊 哎呀这其中好几道菜也是我做的呢 去去去 你是不是夸我呢 沐河他现在怀着孕呢 营养可要跟得上啊 姐这还用你说 我早都把鱼儿一条龙给收够了 只有你会嘚瑟 听见了呗